和青梅竹马出去玩 没有订到回去的车票 房间也只剩一间了 这可怎么办 都怪你 你怎么不齐钱买票啊 我也不知道车票这么紧张啊 没事我买好明天的票了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 那现在就只剩一间房啊 我们两个怎么住啊 我还想问你那小雨 这房间不是你订的吗 说好他两张床呢 那个我当时订的时候没注意吗 没有看清 我也不知道他只有一张床呀 是吗 嗯 那行行行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给你买点车去去 那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 记得先敲门 敲门 为啥要敲门啊 哎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吗 你快去吧 行行行 哎小雨 看我跟你买了啥 人呢 喂 立丽 对 就是用你做的那个方法 真的成功啊 小风她真的想想 只有一间房 对对对 而且还是大双房 我的天哪 我 just am 我笑死靠废了 小峰啊你去干嘛 我去前台了呀 你去前台干嘛 我去前台问一下就是 还有没有脸能闯到房间 让他们帮咱们换一下 然后呢 然后前台告诉我 就是没有房间了就是那一间了 哎呀我就说吧我没有骗你 是吧没有骗我 你那怎么办啊现在 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呀 哎反正这事我是解决不了了 不过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解决 谁啊 要不 你去问一下莉莉 我觉得她应该能解决